大家好 今天阿明斯宇宙跟雷森索爾結合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雷之呼吸 啊天啊 這一集比較特別的是 雷之呼吸他講的並不是要讓你變成雷之呼吸 反而是讓你減少雷之呼吸 因為憨生如雷 有多少的一些太太想要拿枕頭悶死另一半 就是因為他的另一半有雷之呼吸 而這個雷之呼吸就算沒有當場讓他被太太悶死 也可能會在未來長期產生一些健康上的威脅 也是跟死亡相關的喔 所以我們錄了這集是希望 可以跟大家先講解這個概念 並且會介紹一些公操 來讓大家可以自我保健怎麼做這個事情 以及你有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時候 你該怎麼尋求醫療協助 所以這一集我們會講到三個重點 第一是什麼樣的人呢 我懷疑他可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你可能是潛藏的一個雷影 那我可能有什麼表現 第二如果我有的話 我要怎麼證實 以及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一些風險 對我健康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三 除了說醫療協助之外呢 我怎麼在家裡可以自己做一些訓練 幫助自己減少有這種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些情況 睡眠呼吸中止症呢 它其實要分成兩個主要的類型 一個是比較阻塞性的 第二個是中樞性的 中樞性的呢 我們今天暫時先不討論 你看它跟腦部一些比較複雜的代謝 還有神經的關聯有關係 我們先講阻塞性的 那阻塞性呢 目名思義就是說 你睡覺的時候呼吸道被塞住了 主要有幾個原因啦 第一就是 脖子還有呼吸道 咽喉 這些地方因為肌肉無力 或者是組織太肥大 所以你睡覺的時候垮下來 把你的airway給它擋住了 擋住了以後呢 這時候你是沒辦法呼吸的 所以常常會出現突然打憨 打憨到一半沒有憨聲了 然後呢也沒有呼吸了 可能過一段時間 它才會再 又開始打呼起來 因為這種規律喔 會讓人聽起來怕怕的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睡眠呼吸中止症 都是另一半 半夜嚇到不敢睡 因為怕他睡著 他老公就醒不來了 所以之後他變得自己 失眠緊張兮兮的 才來求醫 所以這個 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主要原理就是在於 口腔鼻子到咽喉的結構塌掉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 原因我們後面再提 所以它常見的表現呢 第一莫名的疲倦 試睡以及觸睡 這個在國外 睡眠呼吸中止症 最常見的死因呢 是 車禍 因為它真的很容易 開車看到一半就睡著 然後產生一些交通上的一些問題 但是學習上呢 也很容易說 小朋友也可能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他學習表現會不好 上課就是睡覺 成績很差 被媽媽媽 原來跟睡眠呼吸中止症 有關係 這邊尤其要提的是觸睡 比如說我真的就有朋友 我就跟他說 那個我們等一下吃什麼 他就說 你手機看一下 我就手機查一下 以後跟他說 誒要不要吃這家 他就已經睡著了 誒 什麼 那吃這家嗎 他不知道自己睡著了 其實你會發現 你或許有些朋友 也是這樣的表現 第二 尤其在睡覺的時候呢 你已經有點曬住缺氧了 如果你原本你的心臟的 冠中動脈灌流 就血管了 本來就不好 或腦部血管本來就不好了 你又再加上那個時候 有點小自喜的狀態 所以就更容易在睡眠中呢 產生心腳痛 甚至心肌梗塞 甚至腦中風的一些表現 那有些人呢 甚至是因為這樣 他就沒有醒過來了 第三 很容易有一些代謝問題 包括肥胖啊 糖尿病高血壓 尤其年紀輕輕 他就發生了 應該是爸爸才剛剛有 這些三高的症狀 結果兒子女兒已經有了 這時候也要懷疑 是不是有一些干擾因素 讓他提早有這些代謝問題 還有幾下這幾項 我們就列出來不仔細提了 唯一後面要提的最後一項 就是可能產生性欲減退 跟性功能的障礙 因為許多人是看到這一點才願意來就醫的 有這些懷疑了以後呢 我要怎麼確定我有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蠻簡單的 首先你可以找一個像睡眠醫學中心 或者是耳鼻喉科 通常會給你一台機器 套在鼻子上啊 還有監測血氧 它會主要得出一個數值叫 AHI 這個數值呢 主要就是每個小時你的呼吸 停止或者是低流速的一個次數 一般呢如果一小時你小於五次 都還算是正常可接受的 但大於五次以上 其實就已經有些輕度的 阻塞型的呼吸中止了 那當然數字越高 代表你這個情況有可能就越嚴重 而這反過來也是我們治療的一個指標 那接下來我們大概知道了這個 呼吸中止症它有什麼影響 我要做什麼檢查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面臨到我要怎麼治療了 那這個治療跟它的原因有關係 通常第一名是跟肥胖有關 所以減肥通常是有幫助 那第二呢 你可能腺體啊 或者是扁桃腺 血紅垂 舌頭那些口腔 腺體太大 但這通常跟你的長期的發炎有關 所以過敏體質 或是體內發炎的體質要先處理掉 以中醫的角度來講 會先從內科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第三是舌根濃郁厚導 舌根厚導呢 其實現代人非常多 因為咀嚼容易不夠 吃東西又過軟 那又沒有再鍛鍊 這時候可以請你連回來 就是舌之呼吸 或者是在照折陽醫師一些 鬆舌跟舌肌力的一些鍛鍊 對這個時候是會有幫助的 那第四是 你可能真的有一些口腔結構的問題 比如說小下巴啦 或者是咽喉的一些角度 一些不同 有可能需要做一些徒手的療法 嚴重的話要做一些手術 那這些是看你的情況 那阿民醫師是建議說 你從你可以做的 或者是保守性的一些治療 先開始處理 生活型態先改變以後 最後我們再來看手術的必要性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公操 其實是比較偏向是阻塞性的 然後呢 是跟增加我們的舌頭 以及喉頭的肌力有關的 以下我會分享兩個公操 一個是法蘭佐呼吸法 它是做自由潛水的一種 平衡耳壓的方式 但是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 舌根無力厚導 這些地方是有幫助的一個訓練 那第二 如果說呢 是有脖子真的太粗 你這個運動也運動不良的人 可以搭配做另一個手法 是我們下巴輪廓線的手法 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 它有幾個步驟 我先說目的 目的是我要學會 它會讓我的喉嚨的淹梭肌 它有力氣 它可以把喉嚨往上推 那第二是讓我的舌根有力氣 什麼叫喉嚨有力氣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首先呢 我們來做一個大叫 就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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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叫的那種感覺 這個時候可以不要關進你 第二 知道那種感覺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無聲的一個呐喊 就是 就是好像你看到阿飄的那種感覺 想叫叫不出來的那種聲音 這時候呢就是 摸著喉嚨時 會感覺喉嚨被往上提 往上舉 並且你會感覺到 你的肚子也會用力 這時候就是代表你做的 已經有淹梭肌在啟動了 喉頭已經開始有力氣舉起來了 這時候你可以做一些測試 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從嘴巴去呼吸 如果可以的話 代表你可能還沒有舉得很完整 就是 代表你還沒有淹梭肌啟動 如果你已經做的正確 你是沒有辦法從嘴巴去呼吸的 做好第一步之後呢 再做第二步 其實就是 蛇之呼吸 把蛇根往上提 蛇尖抵在你的門牙後面 然後蛇根往後 往你的後方 往上用力 這時候你的口腔底肌 也會跟著用力 會硬硬的 這我們可以連回蛇之呼吸看一下 那第三 就是把剛剛講的 無聲吶喊還有蛇之呼吸 一起做 這時候 這時候蛇頭跟你的蛇根 會一起 就會往上舉 用力以後就放下來 用力一下放下來 與蛇之呼吸不同的是 這個法男左呼吸法呢 它的這部分是 緊鬆 緊鬆 去訓練你的淹梭肌跟蛇根 可以用力 請你呢就是可以連續做 到30下是最好的 其實30下不累的 然後平常呢 沒事就可以練習 戴著口罩就可以練習 也沒有人知道你的幹嘛 因為沒有聲音 那這樣子可以訓練你在睡覺的時候 蛇頭比較容易 維持它的張力 打開的 那也可以減少說你呼吸時的阻力 以上就是我們要分享這個 在睡眠呼吸中止症用的 法男左呼吸法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 一些蛇子很肥厚 那覺得蛇根也很緊的人呢 這也再搭配另外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在 下巴輪功線瘦小臉這個 它其實是在放鬆你的 蛇骨上肌群的手法 讓你的下巴變軟變鬆 第二是你也可以做 趙哲陽醫師的鬆蛇根 把蛇根往上提 讓它彈性變好 其實種種做完之後呢 所以呼吸的打汗的次數會變少 而且你如果你在做檢測時 也期望說AHI值可以下降 如果這樣做有幫助的話 也鼓勵你繼續做 那假設不夠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要搭配 其他正規的一個治療 平常的復健 就用以上的方式 那希望以上的分享 可以讓你更重視這個 打呼之後看似無害 其實禍害無窮 很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也希望做完之後 可以讓你一夜好眠 跟家人長長久久 我們下回見了 掰掰 小早在稍貞 大小市 大小 Rocky 一小林介 proc幫助 看到住衣 有半處 小林大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